接下来要提醒大家 这个生育片呢 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在大陆专卖淡水生育片的餐馆 大部分集中在广东 广西还有东北地区 不过我们提醒了 到大陆还是少吃微妙 因为央视呢 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的生育片食材当中 经常都存有寄生虫 而因为生食所导致引发肝癌的 这也是一大主意 基本上每周来都是要点鱼匠的 比如说了 请那个医生 你感到他吃了一年 其他就可以消除了 夸张说辞 推销美食介绍的鱼生 就是淡水生鱼片 搭配各式酱料和蔬菜丝 是当地招待贵宾的佳肴 但这类生食却成为 染上寄生虫的最大因素 因为我以为人家说很鱼生 比较少许家没有问题 但是少煮的 少煮的那种 今天今天没有那么多 发生一场女生中的中老 后悔不来 我们应该说是全球应该干系虫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因为全球的干系虫病人的话 举报道有3500万 我们中国就有1200万 寄生在病患肝脏的干系虫 成了罹患肝癌的主要因素 大陆养殖的淡水鱼类身上 多有它们的幼虫寄生 神秘力强 除非高温足熟 否则很难根除 研究人员把大陆民众最常食用的淡水鱼 青竹鱼 草鱼和鲤鱼 用白酒醋酱油等浸泡进行实验对照 却发现无法杀死寄生虫 医生提醒爱吃淡水生鱼片的人 都该去医院检验提早治疗 以免小病成大病 不要让美食成了健康杀手 这番特区综合报道